好的,那么我们这节课的话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啊 那么这个效果是来看一下 它是什么呢 它是文字啊 然后延长 它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波浪的一个线条 那么这种效果它怎么去做呢 其实还是比较好看的啊 只是我这里的话这个背景有点用的敷衍了 因为这个东西做的太吃了 也是一个学员呢 它问我啊 这种效果怎么去做 然后呢 我就临时做了一个啊 好 那么这边的话 我们怎么去做这种效果呢 首先我们用的软件呢 是AI软件 那在这里我们去做的时候 要注意一个点 第一个我们呢 先输入英文啊 好 就输入一个设计的英文 那么我们选择这个英文的话 是比较考究的 首先第一个我们呢 选择这里的话 如果说你想让你的字体啊 可爱一点的话 那我建议呢 什么呢 建议可以去选择这种原体啊 对吧 先去选择这种原体 这种原体最终出来的效果呢 它会比这个可爱一些啊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 就什么呢 就是我们后面这个原体啊 它的底部要什么 底部要是平的啊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选择这个字体啊 选择定字体 那你看 那你看 它的字体是不是平的 有没有感觉 对吧 这个底部它是平的比较好啊 如果说不是平的话 最终效果呢 可能不是特别好 好 那这边我们做好之后呢 然后Ctrl加Shift键 加上O 给它创建轮廓 然后右键取写编组 这边我们呢 要选择这个颜色 那我直接呢 就选择这里面的一个颜色啊 选择一个比较明亮的一个颜色 好 哎 吸管工具呢 对吧 我直接用吸管工具吸这个颜色啊 好 然后把它们隔开 选择 然后另外一种颜色呢 就选择这个白色 好 这种 这种颜色的话 其实呢 还是比较好看的啊 比较好看的 好 那这个我们做完之后啊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选择一个矩形 对吧 先去画一个 等宽的一个矩形啊 好 高我们暂时先不管 我们先画一个 和上面的文字 等宽的一个矩形 OK 这里画下 然后呢 这里呢 也画下 好 画完之后 然后我们把它们呢 全部去给它上面对齐一下啊 好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调整它们的这个 长度啊 那这个长度呢 你可以 让它有一定的错落感 有一定的错落感 好 这个呢 可以适当的下长一点 对吧 这个又短一些 这个呢 再短一些 然后这个又开始变长 对吧 大概的话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然后整体的话 比如说想更长一点 那我呢 我们去给它调一下 同样的 这个颜色啊 它要与上方的颜色是保持一致的啊 就上下的颜色是保持一致的 那我们从这里的话 就做出了它的这个基本形 然后我们把它们全部旋中 按住 旋转它们 给它旋转90度 好 把它们两 这两个呢 我们再旋中 打一个组 这两个再旋中 打一个组 对吧 选中之后 然后呢 我们打开这个符号面板啊 如果说你没有这个符号面板的话 我们在这个窗口这里面 可以去找到 好 然后把它拖进到里面 点击 选择这个静态符号 好 确定 再把它拖进来 然后呢 再选择这个静态符号 给你确定 OK 这里的话 是不是选错了一个呀 好 取消啊 好 对啊 就这两个 好 这两个我们选好之后呢 然后我们再去画一个直线段 按住性质键 给它斜上 倾斜的一个角度啊 好 画下 画之后呢 注意这里的话 我们去给它 添加一个描边啊 这个颜色呢可以改为白色 添加好之后 然后选中它啊 选择 再去去把它做出什么呢 做出这种波浪的感觉啊 点击这个效果 这个 效果扭曲啊 里面的这个波纹的效果 点击预览 对吧 那这里的话 它已经呢 有一定的波纹了 然后呢 我们去把它这个幅度 去给它加大 但是这个幅度 不要这么僵硬啊 我们选择什么呢 选择这个平滑 那你看 这个波浪是不是就会比较好看 然后呢 我们去 你去调整 你想要的这个幅度 我们可以大一点 也可以小一点 对吧 那我比如说我们调整一下 这样的一种感觉啊 然后点击确定 对吧 那你看 这个波浪 看着还是比较的 和这个比较像啊 好 然后这个做完之后 我们呢 要把它去扩展一下 点击对象 扩展外观 好确定 然后呢 再选择这个钢柄工具 好 点击这里啊 点这里 注意我们要先去点外面 不要选择它 对吧 不要一开始选择它 我再去添加啊 那这样的话是不行的 好 我们点击外面 然后呢 直接在这里添加 好 拉一下 对吧 添加一定的幅度 添加好了之后呢 选择这个直接 选择工具 我们把这个地方 给它适当的去 拉的远一点 那这样 它就会什么呢 它就会连接的 比较的顺滑 好 可以适当的 加长一点 这个又太长了啊 好 OK 那大概的话 就是这种感觉 这个做好之后呢 然后我们选择效果 3D 突出和写角 这时候我们就是去调整 一些这个参数 首先第一个 我们想让它这个效果呢 更加好看的话 我们选择把它干嘛呢 去这个厚度啊 添加的厚一点 好 这里呢 我们去给添加 对吧 这么厚啊 这么厚的一个 这个效果 差不多220 然后呢 调整这个光线 好 这个光线的话 你可以选择什么呢 上边亮 下边按 或者说 下边亮 上边按 都是可以的 这个呢 所以根据你自己 想要的一个效果 去进行第一个调整啊 好 这个调整 对吧 好 可以适当的把它这个 对比度啊 加大一点 好 这个调整好了之后 然后呢 我们选择这个贴图 这里面 那贴图这里面 可以干嘛呢 就是 就是我们把刚刚做好的 这个东西啊 给它放到这个上面 它会沿着这个轨迹 去给它添加啊 然后我们要选择 这个点 比较重要 那你看 我们选择第四个的时候 对吧 是不是选择什么 选择这个面了 但是注意啊 这个第四个面 它是个灰面啊 你看 那我们要选择哪个面 要选择这个亮面的 它才是这个前面 能理解吧 好 同样的 以及呢 你这个上面的时候 看到没有 它也是灰面 说明它选择什么 选择是背面啊 选择是背面 那我们也选择什么呢 选择这个灰 浅灰 这个是亮灰 虽然说他们的位置 都大得差不多 但是呢 这一点我们是要注意的 然后选择什么呢 选择这个长的线条啊 看到没有 它就上来了 然后点击缩放以适合 哎 是不是 这一块 它是不是就有了呀 但是它这个背景 咱目前不要啊 就点击这个 勾选三维模型 不可见 它就只有什么呢 只有这个 现在了 哦 有个点 错误了啊 咱们有个小细节 忘记了 什么呢 就是把这个地方 我们要去给它 删掉啊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 给它去拉圆 OK 这个小细节不要去 遗漏了啊 因为你不把这个地方拉远的话 最终它是变 它是一个非常直的 它不会那么的卡通 OK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选择它们 把它拖到里面去 然后接着再去 执行刚刚的一个效果就可以了 对吧 把它放大 啊 效果 3D 突出了斜角 好 前面的参数 我们呢 按照一样的 220230的这个样子啊 220吧 就稳定220 让它这个彩光照 看一下 对吧 比如说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选择这个贴图 选择第五个 是不是 它这样的一个浅灰色 直接选择我们刚刚所建的的一个符号 点击 这个缩放以适合 然后勾选三维模型木铁键 那你看现在这个效果 它是不是就会比较流畅一点 然后再点击这个具有贴图 具有明暗调 就是它会有一定的这个明暗的变化 也是我们刚刚选择光照的一个原因啊 好 这个选择好之后 然后呢 我们再切换到下一个 就是这个上面啊 就是我们前面的这个文字 再给它添加 那你看 同样的选择缩放以适合 那你看 这个文字是不是就有了呀 好 这里呢 同样的要勾选啊 好 点击确定 那我们这个效果就做完了 但是做完之后 你会发现它有点不一样啊 怎么不一样 它这个地方不太自然 对吧 然后我们这里呢 它其实有一点自然 那如果说后面 你要把它做的更加自然 就让它下来的话 我们呢 还需要选择它对象 扩展外观 好 然后再扩展啊 扩展可以不要了 然后点击取消编组 好 我们呢 再取消编组 两个取消编组 好 把一些多余的内容啊 我们去给它删掉 这个呢 释放剪前本版 好 再取消编组 对吧 这个内容可能会稍微的 有点复杂啊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晕 对吧 好 同样的上方也是取消编组 释放剪前本版 咱们把一些不要的东西啊 可以去关掉 对吧 你看 这个地方咱们就不要了 好 Ctrl加Y 我们进入轮廓模式 好 再可能加Y啊 那这个多余的线条 我们就可以删掉了 对吧 只保留我们 有用的这个线条 或说它是实在线条 那对于这一块 它不够 就什么呢 它没有下来 那怎么办 我们自己手动啊 选择它 对吧 直接延长 这个直接延长 是不是 它就下来了呀 当然啊 这一块有个地方呢 可能会怎么说呢 会有点不自然啊 会有点不自然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一开始 为什么要去 把它们变得比较的平 就是它们这个长 宽度啊 保持一致的原因 对吧 那你宽度保持一致 它们接下来的连接 就会比较的自然 好 那这个颜色 我感觉它不是很合适 那我呢 就给它们统一一下 那你看 对吧 统一一下之后 它是不是就会 比较自然一点 对吧 好 同样的 这个就连接好了啊 当然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适当去调整 比如说我把它的圆弧呢 好 同一下 那你看 是不是自然一些 那这个地方的话 同样的方式 我们给它下来 这里呢 选择它这个点 下来 你看 是不是连上了 那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可能就不是很好 这样去弄的啊 因为你这样去弄的话 整个字 它可能就会比较的别扭啊 当然也不是不可以 只是说呢 会看起来别扭一点 这个地方 对吧 我再去调整 好 这里呢 用钢笔工具比较好 我把这个手柄 可以单独的调整 你看 好 对吧 你看 对不对 这时候这个S 会稍微的有点怪异啊 那同样的 这个地方我也是干嘛 直接给它拉下来 而且也注意个点 如果说 它是沿着这个线子下来的话 它这里呢 会有一定的颜色啊 它的颜色是一样的 如果说你这样沿 它就不一样了啊 好 你看它这个也是紫色的 对不对 好 那接同样的 这里呢 我们也适当的给它调下来啊 好 这个地方 然后呢 把上面的话去给它 顺滑一下 上面这样给它切下来 同样的 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是去给它 调整一下 选择这个点 对吧 到这里 然后呢 调整手柄 好 那你看 是不是就比较的自然一点 最后 然后呢 再调整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还可以去调整的更细啊 我们用这个钢柄工具 好 调整下面 对吧 OK 这个是调整一下 根据它这个弧度来 对吧 这个弧度有点胖了 那我们呢 适当的去收一收 好 OK 这个地方往去收一收 对吧 那你看 是不是就稍微好一点 同样的 再把这个地方 去给它往下面走 这个地方呢 直接以下来也可以 对吧 那这个地方 也是同样的方法 好 OK 把这个地方呢 也是去给它下来 好 大概的话这种感觉 那你看 现在我们通过 手动去调整 它这里呢 就会变得比较的 苹果啊 自然一点啊 当然这个地方呢 也会稍微的麻烦一点 但是最终效果可能会要 比一开始直接那么做 会自然一点 那你现在能够 还能够看出它的这个 痕迹吗 是不是也看得不太出来了 对吧 只不过 只不过这个s啊 我们这里呢 可能要把这个地方啊 再去调整一下 好吧 再去调整一下 OK 那么这个呢 就是咱们本节课 所讲到的一个内容啊 那么有什么问题 这个地方 有点缺线啊 好 没关系 好 那么 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到处可以呢 直接到群里来 找我有什么问题呢 我都会给你去解答的啊 好 OK 本节课呢 就到这里结束